我叫兜兜,是杰瑞的同桌 总是有小伙伴问我和杰瑞的关系 甚至还有人让我和杰瑞结婚的 嗯,我考虑了很久 今天就向他表白吧 我约了杰瑞在山顶上见面 不知道他会不会明白我的意思 诶,兜兜,你已经到了,这么早 嗯,是的,杰瑞哥哥,你来晚了 你不知道男生约会迟到 是很不绅士的行为吗 对不起对不起 刚才山下扶老奶奶过马路来着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诶,对了,不是说有重要的事情告诉我吗 是什么啊 哼,还假装不知道我什么意思 什么山下老奶奶过马路 一听就是想转移话题 既然这样,我就偏不让你得逞 嘿嘿,杰瑞哥哥 今天是愚人节 你不会以为我要向你表白吧 我才不玩这么老的套路呢 怎么会怎么会 你肯定是有什么重要的事情要告诉我 别不好意思,说吧 嗯,我知道今天约你来这里 会让你感觉到误会 自从我们认识之后 你一直都很关心我爱护我 这么长时间了 我就从来没有对你说过感谢 不过今天 我必须要问你一个问题 什么问题 我们 是好朋友吗 是啊 当然是 呃,那没事了 都说狗狗是人类最好的朋友 我就是来确认一下 看来是真的 笨蛋 咋没cs玩家 咋没吃 别急停止 这正真的是 谢谢观看